上个周日结束了副总统辩论之后 这个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和大党穆海敏就开启了Titalk的直播 一号副总统候选人穆海敏表示 上个周日在副总统辩论结束之后 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阿尼斯就在车上进行了Titalk直播 信了900万人次观看 不少的网友也是称赞穆海敏的表现由于上次 在管他和阿尼斯在车上进行了Titalk 什么人啊 9000000人 9000000人 2号总统候选人 普拉伯沃和参选搭党吉普兰 昨天中午在热特区 生长班师处 以生长苏丹实施会面 并且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那么会后 普拉伯沃对记者表示 此行是为了在开始公开竞选之前 获得进入日热地区的许可 另外在会中 他也听取了苏丹 包括与未来和技术相关的信息与建议 热地区画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soal kebangsaan bagaimana Indonesia menatap masa depan dan tadi ada beberapa pertanyaan-pertanyaan dari warga terkait dengan kondisi daerah masing-masing terima kasi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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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